室友得了怪病 脖子爬满肾血的裂痕 额头扶起大块的红肿 轻轻碰一下 传来骨头摩擦的一响 伴随着深入骨髓的剧痛 症状逐日加重 他激临崩溃 我却暗自偷笑 他的模样 越来越像那具坠楼身亡的尸体了 1.还没靠近404寝室 我就隐约听见了不似人声的痛呼 手中的拉杆箱顿时变得轻快无比 我极力掩饰眼中的兴奋 轻轻扣响了404寝室的门 足足敲了半分钟 寝室的门才打开一条缝隙 一个短发女生警惕地探出头来 有什么事吗 我赶紧说出打了无数变复稿的台词 抱歉打扰了 我叫赵念瑶 刚转到咱们专业 辅导员让我住在这间寝室 啊 你好你好 我叫余颖颖 很高兴认识你 短发女生余颖颖 嘴上这么说着 却没打开门让我进去 反而自己走了出来 他左顾右盼 确定走廊没人 才压低声音说道 不好意思 同学 你还是和导员商量商量 最好还是换个寝室吧 导员说 只有404有空床了 我低了头 想象自己是一朵人畜无害的小白花 余颖颖颖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把我领进了寝室里 二 踏入404寝室的刹那 痛呼声成倍放大 寝室有四个床位 都是上床下桌的结构 奇怪的是 一个长发女生 在窗子下面打个地铺 痛呼声就是她发出来的 另一个戴着眼镜的女生 坐在长发女生旁边 紧紧握着她的手 细声安慰着她 听余颖颖介绍 长发女生叫周月 戴眼镜的女生叫江炎依 我走到周月旁边 仔细打量着她 她的头不自然地向右侧偏着 白皙的脖子上布满了渗血的裂痕 在床单上染出鲜红的印记 额头上也有大块的红肿和淤痕 甚至头皮下的头骨 都有骨折的迹象 我洋装害怕 语气颤抖地问余颖 她是摔伤了吗 我们要不要帮她叫救护车 不用 余颖颖摇了摇头 面色沉重 却故作轻松 她是自作自受 害人者中害己 我没有 声音早已思雅的周月 试图为自己辩解 她的头没办法转过来 只能竭尽全力挪动着身子 看向我和余颖颖的方向 江炎依赶忙扶起周月 还愿怒地瞪了余颖颖一眼 害死 王甜甜的人 真的不是我呀 周月不满血丝的双眼 我叫赵念瑶 女21岁 01大学的大三学生 由于一系列不可说的原因 我从金融专业 转到了环境科学专业 当然 以上是明面上的身份信息 我的真实身份 是怨领博物馆的现任馆长 年龄嘛 保密 怨领博物馆 收藏了古今中外近千种怨领 通常来说 人死之后 自有黑白无常收走魂领 但倘若这魂领生前满腔怨气 就有一定概率 变成地府不收 僧侣难度的怨领 只能在人间飘飘荡荡 直至魂飞魄散 对这些怨领来说 加入怨领博物馆 也算是个好去处了 我的工作 除了管理这些怨领之外 还要奔赴世界各地 将新出现的怨领 带回到博物馆 只有定期更新藏品 客人才会来博物馆付费参观嘛 我的消息网告诉我 三天前 01大学404寝室 出了一起命案 高坠身亡的死者王甜甜 有很大的概率 变成极其罕见的赠侧领 这 原意为青头 中华文化博大惊深 造字起名也是门学问啊 在404寝室的第一页 我躺在原本属于王甜甜的床位上 辗转反侧 兴奋得难以入睡 那可是自灵爱 怨领博物馆里 从未收藏过的怨领 四 第二天 我跟着于盈去上课 江颜一留在寝室里照顾周月 于盈告诉我 江颜一和周月是好闺蜜 周月得了怪病之后 江颜一几乎寸步不离地照顾她 那她为什么不去医院呢 我化身好奇宝宝 明知故问道 去了 导员带着周月去了各大医院检查 每个大夫都说她是高坠摔伤 可我们都知道 周月有严重的恐高症 是不可能爬到高处摔下来的 于盈盈眨眨眼 神神秘密地对我说 更邪门的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医疗手段 到了周月身上都不见效 反而越治越严重 实在没办法了 导员让她暂住寝室 等家长来学校接走她 到了教室 同学们得知我睡在王甜甜的床位 看我的眼神像见了鬼一样 有好心的同学劝我换床位 我只得告诉他们 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嗯 不管你的怨灵什么的 那都是科学的自然现象 无 借着上课的机会 我和同学们疯狂交头接耳 大概弄清楚了 王甜甜事件的前因后果 众所周知 环境科学专业的就业念有点窄 某世界500强跨国巨头 给了班里一个实习岗位 有机会竞争这个实习岗位的 只有三个人 王甜甜 周月 刘晓涛 刘晓涛为人比较佛系 当了全班的面 放弃了竞争的机会 所以实习人选 就是王甜甜和周月二选一 本来这两个人就不太对付 这下有了利益冲突 更是水火不容 几天后 王甜甜从第二教学楼的楼顶坠楼 额头着地 脖子折断 当场死亡 警方调取监控 勘查现场 并请来专家分析坠楼诡计 确定王甜甜不是被人推下楼的 只得按照意外草草结案 所有人都怀疑 始作俑者是周月 因为王甜甜离世之后 实习岗位顺理成章的 落到了周月头上 真是因果循环 一个男同学对我说 谁能想到 王甜甜冤死 不得安宁 他要周月血债血偿啊 这个我懂 自灵会在死后的七天之内 将自己的痛苦 复刻在仇人身上 王甜甜是坠楼而死 他会把坠楼的伤势 一比一的在周月身上还原 我问清楚了 王甜甜坠楼是四天前 那么周月还能活三天 差不多了 今晚 我打算与王甜甜见个面 好好忽悠忽悠她 争取把她带回博物馆 下课了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 往教室外走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拦住一个同学 随口问道 同学 麻烦问下咱们班的实习名额 究竟给谁了 王甜甜死了 周月得了怪病 好像要办休学 那只有让刘晓涛去了吗 或 这个佛系的家伙 还蛮幸运的 六 下课回到寝室 我瞧见躺在地上的周月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她的脖子向右后方翻折 正常人做出那个姿势 保准疼得嗷嗷叫 两条胳膊的关节 也扭曲成诡异的形状 江炎依正在给周月的伤口消毒上药 她一边涂着 一边气不成声 想来想去 我还是决定帮周月一把 她的死活不关我事 真被泽灵弄死 也是咎由自取 但问问王甜甜能弄放过周月 也不过是一句话的功夫罢了 我溜溜答答走到江炎依旁边 轻轻咳嗽一声 周月 想活命吗 她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 但眼神中依然流露出对生的渴望 你谁呀 江炎依警惕地站起来 挡在周月身前 我懒得理会江炎依 直接对周月说道 今晚 我会和王甜甜见一面 给我一件你和王甜甜都触碰过的东西 我就帮你求求情 呸 王甜甜都死了好多天了 你去哪和她见面 江炎依呵斥道 月月都这样了 你还想骗她钱 你有没有良心 我不要钱 我要东西 我耐着性子解释 如果王甜甜决定原谅周月 她可以用怨气毁掉这件东西 这样就算断掉了两个人的因果 得怨两望 恩仇俱敏 呜呜呜 躺在地上的周月 忽然呜咽起来 她想说什么 却怎么都说不出来 江炎依扶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询问周月 想表达什么 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这对闺蜜的感情真好啊 可比那些大男龄头 各自飞的夫妻情侣强多了 我心想 过了一小会儿 江炎依红着眼睛走过来 将一根红色的头绳递给我 算了算了 我挥挥手 懒得听她道歉 一转眼 时间逼近午夜 我从床上跳了下来 背上背包 就往寝室外走 念瑶 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 于盈盈关切道 去找王甜甜唠唠嗑 我神秘一笑 七 离开404寝室 我用隐身咒 躲过茶寝的学姐 再用傀儡咒 搞定宿管大妈 灵依大学的校规 是十一点风情 这一路上 连个鬼影都没有 真是有够无聊的 我走到第二教学楼的楼下 一眼就找到了 王甜甜摔死的地方 虽然被清洗过许多次 但还能隐约看出来一丝痕迹 我从包里掏出黄纸 用毛笔沾着朱砂 在黄纸上 勾了出一道 颇为复杂的符禄 这个符禄 是专门用来沟通泽灵的 怨灵博物馆里 有一本叫《吉林录》的古书 里面记载了 诸多罕见的怨灵 我作为馆长 自然能把整本吉林录 倒背如流 应用自如 又绿色的火光 一阵阴风拂过 耳畔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 我精神一震 王甜甜 来了 把叹息声消散了一刹那 强烈的第六感涌上心头 我本能抬起头向上望去 遥遥瞧见 一个漆黑的人影 站在楼顶边缘 一抹月光拂过她清秀的脸庞 纵然相隔几十米 她的模样依然清晰可见 下一秒 她身体前倾 从楼顶坠落 像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 我看见半空中的她 竭力挥舞着手脚 却没能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咚了一声闷响 王甜甜落在我面前 坠楼的冲击力 使她清秀的脸庞变得猙獰无比 脖子完全折断了 头颅无力地垂向右后方 大量鲜血从口鼻中喷涌而出 在水泥地面上勾勒出一朵朵烟红的扁花 这一幕显然是王甜甜临死时的情景 她想用情景重现来吓唬我 可我并没有被吓到 只觉得她真的很可怜 舒染 王甜甜猙獰的尸体动了一下 反向弯曲的手臂突兀地支撑起身体 颈鼓传来令人牙酸的咯咯声 王甜甜一边调整着头颅的角度 一边用阴冷残忍的声音对我说道 我死得好惨啊 你是来陪我的吗 别闹了 我顺手打出一道静心咒 强行让王甜甜冷静下来 刹那间鲜血和伤痕都消失不见 王甜甜变回生前的样子 鼓着腮帮子气呼呼地对我说 喂 你是谁啊 为什么不害怕我 我摊了摊手 回答道 我叫赵念瑶是来救你的 救我 我已经死掉好几天了 不劳你费心了 王甜甜飘到我旁边 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仿佛在试探我是不是发烧说虎话 可惜她是怨灵 灵体是摸不到实体的 王甜甜 我们做笔交易吧 我开始忽悠王甜甜 你现在是怨灵 不能投胎转世 只能在人间飘荡 直至魂飞魄散 而我呢 有办法让你重入轮回 只要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 我正在琢磨着 和王甜甜签多少年的怨灵老屋合同 她却果断拒绝了我的提议 重入轮回 再做一次人吗 王甜甜惨笑一声 摇头道 我宁可魂飞魄散 也不想再做人了 九 十分钟后 我和王甜甜并肩坐在楼顶 一边吹夜风 一边闲聊 甜甜 我有办法帮你化解怨气 报仇的事 咱能不能商量商量 杀过人的怨灵 会戾气蒙心 神志不清 展览价值大打折扣 要是她能放弃仇恨的话 歇了吧 我一定要弄死周月 以解心头之恨 王甜甜叼着一根怨气 变成了棒棒糖 双手叠在脑后 慵懒的对我摇摇头 甜甜 周月是怎么害死你的 听见我的问题 王甜甜若有所思 那天下午四点多 我刚下课 准备回宿舍 周月给我发消息 让我去第二教学楼的楼顶 说她想和我单独聊聊 她让你去 你就去呀 我白了她一眼 然后呢 然后我就去了 发现她没在楼顶 我给她发消息 问她在哪 她说让我走到西侧边缘 往对面第一教学楼的四楼看 再往后的是 你已经看到过了 我已经看到过了 听她这么一说 我忽然想起来 王甜甜临死前的情景中 有一抹月光 扶过她的脸庞 可是 王甜甜遇难的时间 是下午四点多 这个时间 是没有月亮的 那么 这抹光芒的来源是 我恍然大悟 这个杀人手法 和我看过的一本推理小说 几乎完全一样 我站在楼顶边缘 聚精会神的 往她说的地方看 而她躲在某间教室里 用镜子反射太阳光 晃得我头晕目眩 不小心摔下楼 我竟然死于 这么幼稚的杀人手法 是不是很可笑 是有点可笑 但我笑不出来 周月是你生前 最后一个联系过的人 肯定是警方眼中的 头号嫌疑人吧 那几条聊天记录 被删掉了 警方没发现这些证据 也就没开展这方面的调查 更何况 王甜甜苦笑着说 那些人身上的正气太重 我根本就没法靠近他们 正常 从古至今 几乎没有怨灵会纠缠官差 也没听说过 哪个捕快撞过鬼 我正准备安慰王甜甜几句 却总觉得 有什么不对劲 算了 也不重要 我取出那根红色的头绳 凌空划了到解怨服 白光一闪 这根头绳 多了一丝祥和的气息 这根头绳 同时沾染了 你和周月的印记 你若决定放过周月 就用怨气弄断它 你们之间的因果 也会一并了断 到时候 你想投胎也好 想跟着我走也好 都随你 他人偿命 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 是啊 天经地义 可你是无辜的 你的结局 不该是魂飞魄散啊 时 回到宿舍 已经是后半夜两点了 于音音还没睡 见我回来 轻声问道 你真的见到王甜甜了吗 见到了 我点点头 转身瞥了一眼 摆着奇怪姿势的周月 以及睡在周月旁边的江延一 真是的 我明明是来收藏泽灵的 为什么要和一群孩子 体验侦探游戏啊 第二天一早 我来到灵异大学监控中心 用傀儡咒控制工作人员 查看案发当日的监控 监控内容令我大跌眼镜 案发时 周月余隐隐 甚至江延一 都不在第一教学楼里 也就是说 那个用反光镜 害死王甜甜的人 不是这三人中的任何一人 王甜甜的话不会有假 真凶 另有其人 十一 如果能弄清楚 是谁删掉了 王甜甜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就能找到真凶了 可惜 傀儡咒只能控制人的行动 不能读取人的记忆 我又查了警方的调查报告 那里面提到王甜甜的手机 被遗落在第二教学楼的楼顶 恍然间 仿佛有一道灵光 从天灵带劈到脚底板 劈得我整个人豁然开朗 我一直都觉得 这起案件非常奇怪 如果王甜甜不肯靠近楼顶边缘 或者反光镜没有起作用 凶手的谋杀计划就会破产 更奇怪的是 凶手用周月的手机发消息 显然是为了栽赃嫁祸 可既然凶手想嫁祸给周月 为什么又删掉了聊天记录 唯一的解释是 凶手做了更多的预案 无论王甜甜怎么做 凶手都有办法杀死王甜甜 并且逍遥法外 真相还未明晰 但我已经看见了她的轮廓 十二 我来到第一教学楼的四楼 随便找了一间 可以看见王甜甜坠楼点的教室 按下秒表 我用最快的速度跑下楼 飞奔到第二教学楼 用时一分三十秒 时间不够 要知道 案发时刚下课不久 正是人流吸壤的时候 根据监控来看 王甜甜坠楼后的一分钟后 现场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这种情况下 凶手不可能再挤进人群 去楼顶清理王甜甜手机的聊天记录 也就是说 凶手不止一人 在第一教学楼里 用反光镜的凶手A 以及在第二教学楼 尾随王甜甜 攀上楼顶的凶手臂 如果凶手 没成功 凶手臂可以冒险上前 推王甜甜一把 说不定 王甜甜坠楼时 凶手臂就在不远处 冷漠地看着她死去 凶手 可以是任何人 但凶手臂的范围很小 凶手臂一定不是周悦 王甜甜的报复 弄错了对象 13 现在正值五十 阳气旺盛 对王甜甜这种 头漆未过的怨灵来说 晒太阳约等于下游锅 我没办法在坠楼点 用符路联系王甜甜 只能先回去保护周悦 既然确定周悦是被冤枉的 我就不能眼睁睁 看着她遭受折磨 三个室友都在寝室 我当着于盈盈和江燕一的面 对着周悦打出一道静心咒 又在她额头上贴了一张昏睡符 这不能让她痊愈 但至少能让她暂时感受不到疼痛 江燕一问我 念盈同学 听盈说 你昨天见到甜甜了 见我点头 她立刻激动无比 追问道 那她有没有同意放过月圆 害死她的人绝对不是月圆 我敢保证 还没 今晚我再劝劝她 我也觉得不是周悦干的 我一边说着 一边观察江燕一和余盈盈的反应 不是她还能是谁 余盈盈反应很大 声音也提高了三分 念盈 我知道你有本事 但你刚转专业过来不了解 那个实习岗位真的很重要 而且周悦和王甜甜本来就 余盈盈 你别往月圆身上泼脏水 警方都说了 甜甜是意外 你凭什么怀疑她 得知周悦不会被吵醒 江燕一也大胆开脉 和余盈盈吵了起来 我搬着小板凳坐在中间 听这两个人从争辩周悦清白 演变成互相指责 再到人身攻击 看你这泼腹的德性 肯定一辈子嫁不出去 江燕一指着余盈的鼻子痛吃道 余盈盈不怒反笑 谢谢祝福 麻烦你替我多嫁几个 毕竟你离了男人就活不了呢 等会儿等会儿 我出声打断 好奇地询问道 江燕一 你有男朋友吗 江燕一矢口否认 脑袋摇得像波浪鼓 余盈盈吃笑道 谈了恋爱还不敢公开 因为男朋友身份要保密吗 顶留影帝 清冷佛子 金圈太子爷 大姐 您知乎小说看多了吧 我阻止两人吵架 正准备说句什么 一阵阴冷的风呼嚎着跳进窗子 在寝室里打个转 卷走了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就在此时 我感应到 那根头绳上的解怨符生效了 这样的话 王田田和周月的因果 应该也就断开了吧 十四 绑好的窗帘骤然散开 结结实实地挡在窗前 阻隔了炫目的阳光 角落里传来王田田的声音 聊什么呢 这么热闹 明明是三浮盛夏 房间里却冷如寒冬 田田 你 你 你 江言一惊地说不出话来 余颖颖颖也一样 王田田飘向我 摊开白皙如玉的手掌 露出断掉的红色头绳 笑音音道 念谣 我想通了 明明错的是周月 魂飞魄散的却是我 这位脸太亏了些 她走到熟睡的周月身旁 将头绳放在一边 轻轻拉撒着周月的头发 我正准备告诉她周月不是凶手这一事实 却恶然发现 田田 你为什么能靠近周月 怎么了 王田田瞥了我一眼 又打亮着平躺的周月 不对 不对 这两个人的因果已经断开了 魂灵状态的王田田 是没办法靠近周月的 难道 我双手掐指 快速推算着王田田和其他人的因果 周月正常 于盈盈正常 江言一 空白 我惊呆了 我的解怨符 解的竟然是王田田和江言一的因果 十五 这根头绳是月月管田田借的 一直忘记归还 昨晚江言一是这么对我说的 但是 你骗我 这根红色头绳 是你和田田共同触碰过的东西 而不是周月和田田 对吗 江言一扭捏着便捷道 不 是月月只给我的 有可能是我弄错了 我冷笑一声 猛地拍了拍桌子 别演了 江言一 你才是真凶 你和周月是闺蜜 用她的手机给田田发消息 对你来说易如反掌 你发消息 把田田骗到楼顶 和你的同伙 江言一忽然像换了个人似的 跳起来大声说道 你有证据的话 就去找警察啊 这已经算不打自招了 王田田的声音 扭过头不看她 摆出一副从容赴死的样子 阴风拂过 王田田化作死后那副凶像 静直冲向江言一 嗯 不知名的力量 将王田田弹了回来 江言一愣住片刻 旋即眨眨眼 露出一个甜美的微笑 哎呀 真不瞧 我们两个的因果断了 得愿两望 恩仇俱敏 念瑶 这可是你说的哦 看来是真的呢 看她这小人得志的样子 我气不打一出来 一旁的余胤胤震惊了半晌 这才反应过来 念瑶 所以害死王田田的 真的是她 没错 她就是真凶之一 之一 于依依依下意识问道 江言一发出咄咄逼人的冷笑 抢先说道 哼 我明明白白告诉你们 王田田就是我杀的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王田田的怨气 浓郁得快要化为实质 却无论如何都伤不到江言一 你真的以为 我哪里没有办法 小飞 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天真的人 我拦住暴走中的王田田 抬手向江言一 打出一道傀儡咒 一道灰色的光芒 没入她的眉心 刹那间 江言一的眼神变得空洞无比 把你的手机解锁 然后给你男朋友打电话 16 在傀儡咒的影响下 江言一呆滞的解锁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我抢过手机 打开免提 拉着王田田和于音一起听 喂 不是说了这几天别给我打电话吗 是个不耐烦的年轻男生 一张嘴就一股扑二味 我捂住话筒 询问身旁的一人一鬼 是否能听出来这个人是谁 有点耳熟 但一时没想起来 于音音话音未落 王田田忽然尖叫起来 刘小涛 她是刘小涛 刘小涛 那个实习岗位 一共有三个人可以竞争 王田田 周月 再就是这个刘小涛 于音音一开大腿 对我说道 刘小涛放弃竞争时 大家都觉得她豁达 其实仔细想想 她就算参与竞争 也不可能赢过田田和周月 所以她另辟蹊径 把女朋友江言一当成工具 布了个杀人的局 杀死王田田 再嫁祸给周月 真是一时二鸟啊 一条 哪怕事情带路 最多是江言一锒铛入狱而已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恋爱关系 江言一这个蠢蠢的恋爱脑 是死都不会出卖她的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一向听她摆布的江言一 不愿意嫁祸给闺蜜周月 擅自删掉了王田田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这才留下了破绽 她更不会想到 王田田会变成泽灵 引来了我这个最大的变数 喂 江言一 你说话呀 电话那端的刘小涛还在叫嚷 我松开话筒 将手机拿到唇边 刘小涛 你好 我叫赵念瑶 友情提醒 你可以准备后事了 十七 我是怨灵博物馆的馆长 按理来说 不该介入普通人之间的争端 但这位刘小涛同学 所行之事人神共愤 也触及了我的底线 田田 你想报仇吗 想 王田田坚定的对我说 我微微抬手 一张泛着蓝光的合同书 出现在她眼前 这是一份五十年的合同 你为我的怨灵博物馆打工五十年 我帮你报生前的仇 五十年期满之后 我负责联系冥界 让你重录轮回 来世一身无忧 王田田想都没想 怨气凝成钢笔 在一方一栏写下了自己的大名 谢谢你 念赵老板 多亏你救了我和周月 别这么说 互惠互利嘛 我随口开了句玩笑 而后对王田田很认真的说道 你放心 我会献给他们一场宏大的 浪漫的 氛围感和仪式感十足的葬礼 十八 刘小涛最近有点烦躁 明明算好了一石二鸟 警方却洗清了周月的嫌疑 他还没来得及不下一个局 周月就被鬼缠上了 听说他被缠得很惨 只见出气 不见进气 也许这世界上真有鬼 但就算有鬼 刘小涛也不怕 他坚信 被他破了两年的女友江炎依 会豁出性命保护他 他都能为我杀人 也一定能为我顶罪 刘小涛用这句话 以便便安慰自己 可是 事情似乎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赵念瑶 那个转专业的同学 还让我准备后事 笑死人了 知道我和炎依的关系又如何 一条证据都没有 谁能把我怎么样 这又不是恐怖电影 鬼也不会滥杀无辜吧 男生寝室里 刘小涛对着镜子 整理着身上的衣服 一小时候 他就要去面试了 说是面试 也不过是走个过场 他是唯一拿到学校 推荐资格的同学 已经算是那家500强 跨国企业的一员了 今天 他是绝对的主角 19 面试的地点在体育场 刘小涛到达时 体育场外 已经是人头攒动 足足数百人 排起了长队 明明只有一个岗位 明明已经内定给自己了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面试 不远处 两个女生的交谈 传进刘小涛的耳朵 那可是500强旗 好期待 蓝衣服的女生笑着说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要是被录用了 妈妈也会很开心的 白衣服的女生 双手合十 刘小涛认得她们 蓝衣服的叫苏子鱼 白衣服的叫江薇薇 都是班里的同学 好爷 我被录用了 体育馆入口那边 传来惊喜的叫两声 刘小涛寻声望去 看见同班的田木同学 兴奋的满面通红 不停的鼓着掌 刘小涛有点摸不着头脑 她被录用了 那我呢 恍惚间 一个接一个同学 走进体育场 又一个接一个的冲出来 庆祝自己通过了面试 苏子鱼和江薇薇也是一样 两个人先后走出来 喜悦的抱在一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所有人的眼光 都聚焦在刘小涛身上 喂 同学们 她是不是没通过面试 一个不同专业的陌生男生 指着刘小涛 哈哈哈哈 她该不会连参加面试都不敢吧 说话的是个刻薄尖锐的男生 刘小涛没看见是谁 因为下一秒 几百人的大笑声 就将她彻底淹没 哈哈哈哈 不敢去面试的懦夫 连面试都没信心的废物 刘小涛红了眼 大喊道 我已经拿到推荐了 我是被内定的 没有人理会她说什么 嘲笑声更大了 像是奥利基群的仙鹤 忽然变成了鹤群中的小鸡仔 刘小涛四处躲避 竭力挣扎 可无论她逃到哪里 都在人群的正中央 别瞧不起人 我也可以去面试 将这句话喊出口的一瞬间 刘小涛只觉得天地都安静了 人群自动向两侧分开 露出通向体育馆的小路 她不知所措的穿过人群 走过的路再次被堵住 断绝了她回头的机会 20 姓名 刘小涛 请开始自我介绍 体育场里灯火通明 刘小涛站在聚光灯下 暂时忘却了那些嘲笑声 磕磕绊绊地做完了自我介绍 她忐忑地看向阴影中的面试官 刘同学 你刚才说 你的业余爱好 是阅读和创作推理小说 对吗 对 刘小涛压口唾沫 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样啊 很遗憾 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录用条件呢 像是360度的大喇叭 将这样的消息 从四面八方传来 没有亲自杀过人的话 怎么能写出来出色的推理小说呢 对待业余爱好 也要足够的认真 才是我们公司需求的人才啊 刘小涛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离开体育场的 似乎只是眨了眨眼 就再次回到了人群的中央 他果然没通过面试 哈哈哈哈 就这样的 还有脸说自己被内定啊 令人崩溃的嘲笑声再次袭来 刘小涛蹲在地上 死死地闭上眼睛 捂住耳朵 却挡不住那些声音和影像 儿子 你太令爸爸失望了 刘小涛睁开眼 对上了父亲的愤怒的目光 爸爸教过你 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 不是这样的 刘小涛冲上去 一把将父亲推到一旁 对着体育场的方向大声喊道 我应该通过面试的 我杀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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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刹那间天地聚集 周围的场景再次变换 他发觉自己站在演讲台上 银白色的麦克风 突兀的出现在手中 哦 你沙水 怎么做到的 仅存的一丝理智提醒他 目前正在发生的状况 有些不对劲 但是 他不能失去那个面试岗位 杀死王甜甜同学的 就是我刘小涛 我仿照推理小说里的手法 用反光镜照射他的眼睛 让他失足坠楼摔死 假如他没有因为目眩摔下去 那也没关系 江炎一会把他推下去的 无论怎么查 都查不到我的头上 哈哈哈哈 对吧 我杀过人的 我肯定能通过面试的 我 刘小涛正这么想着 却忽然看清了台下的一张张面孔 那是举着手机录像的同学们 还有瞠目结舌的辅导员和老师们 这是 刘小涛这才察觉 自己正站在阶梯教室的讲台上 手里拿着无线麦克风 已经将自己的罪行讲得一清二楚 害死亡甜甜的不是周悦吗 怎么会是他 既然是他 恶魔竟然就在我身边 这是故意杀人啊 肯定要判死刑了吧 同学们的议论声传进刘小涛的耳朵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都说了什么 得到消息的孝警 纷纷冲进教室里 刘小涛看见 江炎一已经被孝警控制 更多的孝警 举着防暴插和警棍 试图将他包围 别过来 你们别过来 刘小涛左顾右盼 找不到逃离的办法 前后门都被人群堵死 唯有一扇窗子 窗子 对了 窗子 刘小涛丢下麦克风 笔直地冲向那扇半开的窗 下一秒 他从楼顶坠落 像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 骗人的啦 他坠楼的身影 像是没素质的人 把家里的垃圾袋顺手扔出窗外 22 咚的一声闷响 刘小涛落在我和王甜甜面前 甜甜 还满意吗 王甜甜点了点头 还行 接下来 警方会再次调查这起案件 江延一会被判刑 而刘小涛 我顿了顿 继续道 他以为死亡就是解脱 可他不知道 死后的世界更加可怕 可怕吗 我觉得很轻松啊 大仇的抱的王甜甜 轻快地飘在我身边 随我一同飞往院灵博物馆的方向 你是好人 他是坏人 你们的路本就不同吗 23 刘小涛死后 与一大学渐渐恢复了平静 于盈盈只记得他该知道的是 周月则是因为目睹室友遇难 生了一场大病 江延一作为故意杀人案的重犯 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有人注意到 刘小涛坠楼死亡的现场 和王甜甜的死亡现场高度相似 结合刘小涛自爆罪行的行为 好事之人编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猜测 作为校园传说一介介流传下去 大家在讨论刘小涛故意杀人案时 都会以一句话作为收尾 不要接近偏执狂 不要变成恋爱脑 没错 偏执狂和恋爱脑 只会带来不幸 这是林医大学的同学们 从刘小涛故意杀人案中得到的启示 晚安